我當老師的30年 也是從事導演 也算是20多年 我最初的時候 我認為結果最重要 但當老師20年的時候 我認為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近10年 我認為選擇固然重要 但是堅持更重要 我是孟燕 是一名中學舞蹈老師 也是雙奧的一位導演 其實我是一個特別不愛哭的人 08年確實讓我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淚 我帶著上千名的少林寺的武術的男孩 從早晨7點鐘一直到晚上 10點多甚至更晚 天天如此 從圖形來說 就創作了有147個圖形 不動 走 長導是一個精益求精完美的人 每次的時候拿著錄像帶 到北京讓他看 他還說不行 一次說不行 兩次不行 三次不行 十次不行了 你不知道方向了 你知道那時候是什麼 好倒大館 那時候我就開始看它的電影 我看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迷失了我自己 有一位好朋友 她说燕子 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就是想在全世界面前 看到我们中国人男人的脊梁 我们那份包容大爱的心情 她说够了呀 你就按照这个情感 你去创作你去编排 改完之后呢 其实我能感觉她嘴角 有点微微的有一点点 因为我那时候心里都已经乐得像花一样 从我个人讲度来说 08年呢是给全世界的是惊艳 2022年给全世界的是惊喜 今天希望能够呈现出 让自己能够对得起的最满意 加油 2022年的冬奥会 这次的主题主要是表达的是人民性 张导说我们这次要的是 中国特有的广场 而且呢她提出了 不许用专业的任何一个名字 小泽四岁多 最大的七十四岁 现在想起来好像几句话就可以说过了 那个时候真的付出很多很多 2022年的冬奥会 尤其是我和你的这首歌 想起的时候 你就看观众席的那些所有的观众 点亮自己的那个手电 你就感觉得 时空穿越 就是好像把夏季的和冬季的 一下联系在一起 你就觉得世界怎么就那么美好 然后我突然间就感受到 这不就是人民性吗 其实当时1992年毕业的时候 来到学校当老师的时候 其实是个偶然 因为学校的一名领导 去到北五呢 去挑一名老师 想希望性格开朗一点 活泼一点 就那么偶然 正好我从楼上下来 我的班主任冯老师说 这个女孩不错 一面之缘 就走进了校园 当时走进校园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 还是觉得不太适应 我还想回到舞台上去 第一届 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 我们比完赛了以后呢 那时候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跑到了我的跟前 他说孟老师 我们特别爱你 就那样一句话 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那个愿望 怎么就突然间描响 留下来了 一待就是30点 说明你们可能考得不错 但是我知道 你这话不都问 就是所有关于这些事 都别问 其实我和他们每年都在谈恋爱 每一届 一直谈六年 完了走了 消失了 每一届 这张照片是10年前 2012年的照片 是我给学生们上课的场景 那时候是不是还很年轻 以前跟他们一起跳 现在我仍然跟他们一起翩翩起舞 我训练真的是很严厉 我训练会把每分每秒都会计算上 我不会让他们一丝一毫的偷懒 我当让他们肌肉休息的时候 思想上我不会让他们休息 这份泪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是应该必经之路 这十年多来说 我是经历的太多了 能够融入到民进这个大家庭 和国家的这种繁荣富强的发展 作为一份子 特别的幸运 2012年我指导了 《青春真好》这部电影 2015年开始 连续三次担任中国金基百花电影节 颁奖典礼中导演 2018年我还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演出中 担任执行导演 2021年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中 担任新时代篇章锦绣前程执行导演 基本上晚上都是在两到三点以后睡觉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累病快乐 哎呀你就感觉到人要有梦想 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脚底下停下来 永远让自己的梦想 一步一个台阶 然后永远不断地去攀岩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我特别感谢就是我的经历 我会继续努力 为国家的繁荣发展 做出我拥有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